上回我们讲到, 汉少龙和小盆的连环佣仔, 不单止害了吕洪和管忠邪, 而且亦都大大地打击了吕不韦的气焰, 同时亦都在群臣面前, 英明果敢的形象。 汉少龙回去, 将事情的经过和藤易经重的理一讲, 几个人都又好小时又高兴, 但是这个时候, 那个娇娇女盈映和陆坦仪又找上本来前着汉少龙, 要她的城外和他们继续比试, 汉少龙心想无论如何都要应酬这两个娇娇女, 同时亦都看他们帮自己做人整斗到了吕洪的这件事上, 无论如何都要哄他们开心, 于是三个人一起跑到城外, 盈盈非常兴奋, 她说, 汉统领准备了怎样和他们一起比试了吗? 今天你们说怎样就怎样了, 盈盈听得即时指着, 在远处地平线上一座小山公说, 那树就是著名的血马坡山上有一棵参天的古柏树, 旁边是一道清泉, 我们就以这棵古柏树为目标, 谁先去到就算谁赢, 以后见面, 输那个就要向赢那个行下属之礼为期三月, 在旁边的陆单仪说, 不过同你事先声明一下, 当然不止比赛匹马的脚力这么简单, 那又怎算斗智斗勇呢? 比赛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任何的办法阻止对手得胜, 但又不能够伤害对手或者他不骂的, 明明? 杭笑龙听得有点恶言, 喂, 大家比赛跑马跑得这么快, 还哪有空对付其他人呢? 盈盈看着他一眼, 喀地笑一笑, 面容很古怪的嘛, 哼, 那我们就不知道了, 跟着一边的马跑出去了, 陆单仪也跟着他飞驰出, 杭笑龙就知道, 这帮刁蛮女一定有很多古怪精灵的法宝, 也都没时间计较他们偷步了, 双脚一甲匹马, 疾风就像箭那样向前飘出出去, 不过说到奇术, 杭笑龙属于半途出家, 比起好像黄展那样, 几乎可以在马背上吃饭睡觉的人来说, 当然比不上了, 但是如果只是比速度, 凭疾风的脚力, 应该就不会输给任何人的, 问题是, 他想着, 既然这两个女孩, 在吕雄这件事上帮了自己的大忙, 今次很应该让他们赢回一张, 都可以哄到他们两个开心, 在美女面前仍然是一种乐趣, 既然这样想, 也都没想着再跟他们什么增强斗星, 只是, 放个样子出来, 远远钓着他们两个的马尾, 向着木的地轻松地跑去, 一路上神清气爽, 好快, 匹马跑进树林里面, 两个女孩的背影, 就在树林前边时隐时现, 在这个时代, 女子就出奇这么早熟, 或者因为, 在这个时代十四岁就已经可以嫁人了, 风气是这样, 所以, 好像营影和陆丹儿才得十五六岁, 就已经好像一朵盛放的鲜花一样, 更加是因为, 他们至少学习奇术, 体态见美, 比其他国家的美女, 就多了一份矫健轻盈的味道, 如果说他们的美貌是不能令人心动, 那就是掩着良心说大话的, 不过, 汉少龙一点都不想招惹他们, 一来, 因为现在不空也都无心于搞新的男女关系, 尤其是陆丹儿, 将是处非的人选之一, 如果他粒上手, 那就是说要跟小盘争风合作的, 他就绝对不会这么做的, 而且呢, 现在就不是二十一世纪, 大家一夜情细就要各散东西, 特别是这些有身份的贵女, 如果你和她们有什么关系的话, 就要负上责任, 而汉少龙现在最怕就是对美女负责任, 仅是一个禽青就已经使她手足无措, 都不知如何自处, 就在想着的时候, 忽然间, 那种战事天生的结局, 使她感到周围有点不妥, 就在这个时候, 眼角见到黑影一闪, 汉少龙马上警告, 定着一网, 只见一张成网的迎头罩过来, 杀出这张网的人, 显然是躲在树后的, 汉少龙马上拔出宝剑, 有一剑向前一踢, 谁知那张网突然间一收紧, 将那把宝剑一抓抓住, 接着向他一扯, 汉少龙又深暗暗偷笑, 知道呢, 这两个刁蚊女又出暗战, 但是, 如果给力气, 就算那两个女孩合起来, 也都很难敌过自己的神力, 所以想都不想, 用力将剑向后一抽, 还使出了考力, 纯粹要将这个特制的怪网割断, 谁知他就在一发力的时候, 对面虞网那里, 也都传来一股大领, 哇,简直无可抗拒, 汉少龙只是觉得奇怪的时候, 因着连人带马被他啪啪的声, 就拉了下马, 跌到四脚朝天, 侄风向前连跑了十几步, 这样停下, 转转马头很奇怪地踏实他, 对方在鱼网上传过来的那股力道, 大多飞被尋上, 汉少龙呢, 那只手几乎被他拉脱, 没办法就一放放松把血浪宝剑任由对方, 中央宝剑一扯扯走, 跟着汉少龙呢, 就听到在旁边的草丛那里, 传来几声的娇笑, 他现在明白了, 原来对方呢, 是将一匹鱼网的两角, 放在那两匹马上, 向外一抛鱼网之后, 顺势两个人呢, 就摄了旁边的树丛, 那刚才呢, 自己一周周着那羽猛, 原来对方在一前实那样保剑之后, 就已经呢, 将羽猛的两边, 在两匹马上绑到实一实, 那所以呢, 这边汉少龙用力地向后一扯, 那边那两匹马, 受到那力量的牵引, 一起向后拉, 一下子, 就变成了汉少龙一的人, 要滴两匹进马的力道, 那肯定是比不上了, 汉少龙一下子猜不到, 自己居然大二失荆州, 那两个女孩呢, 居然就这样狐狸狐逃, 就抢了自己的保剑, 哎呀, 生气得他什么, 索性就躺在草地上面, 看着树顶的南天白昏, 就不理会他们了, 那一阵, 盈盈和陆丹仪两个走过来, 低头看着他这个手下败将, 笑得吱吱吱吱, 哎呀, 得意洋洋啊, 盈盈就说, 哼, 原来呀, 你都这么不中用的, 以后呢, 我们都没有兴趣再理你了, 杭笑龙你的时候, 都不知道很生气还是很生气, 他还微笑而已, 喂, 是不是真的不理我啊, 他就真的求之不得了, 陆丹仪一听我这么说, 有点生气了, 将抢的血浪, 吱吱吱吱吱他身边说, 哼, 臭男人, 人力鬼稀罕你啊, 真的不明白, 竟然怎么要嫁给你啊, 连配件都保不住, 盈盈盈也都被杭笑龙那句话吱吱, 哼, 你居然说, 我们不管你求之不得, 好像你纏实他那样, 丹仪, 免得跟他说话啊, 你是不是耳聋啊, 听不到他说, 恨不得我们不理他吗, 走啦, 以后都不见他啦, 陆丹仪还想猶疑, 谁知呢, 就被盈盈夹硬的扯住走了, 好了, 扩笑龙又猜不到自己无心一句说话, 哈, 这两个女孩呢, 居然是生气上来, 他哭笑着坐在身上, 心想这样也好, 就怕这两个刁蚊女还不肯放过自己, 仪仪看来这么受不得他说笑的说话, 正是因为他亦都好看重他, 稀罕他, 所以才愤怀落不到这口气, 在这个时候, 侄风已经跑回到他身边, 刚刚想用他嘴, 搭着他的衣袖, 将他扯身, 在这个时候, 侄风突然相以一处, 好像发现了什么样, 杭小龙也都马上醒觉, 他只过那一股凉气, 突然间在自己背脊上涌上心头, 哎呀, 知道糟了, 原来真是敌人, 他即时一掌, 拍在侄风的马屁股上, 可惜说, 走, 侄风和他心意相通, 放开四体, 向前直奔而去, 同一时间, 杭小龙侧身一滚, 滚到刚刚刚, 两个女孩藏身的矮树从中, 他人刚刚摔起了, 正在啪啪啪啪, 一阵公然响住, 十几只老箭射入树虫里面, 幸好这个时候, 杭小龙已经在另一边摔出来了, 一意就移到一棵大树后面, 純粹在腰间, 拔出两枚飞针, 看来, 对方应该一直都跟在他们身后, 等到两个女孩离开, 这样才现身偷袭, 那一来, 杭小龙一转身, 那些箭铁面移过, 插在身后的树干上面, 真是危险啊, 他即时一个翻身, 向着箭发出来的地方直滚过去, 树后面的蒙面人, 正要装上第二支脑战, 杭小龙手抓血浪, 已经吹一声, 在他肚腩中直一二入脑, 接着, 只觉得旁边人影急闪, 杭小龙看都没看, 接着一挥手, 只能吹两声, 两支飞针报销了两个敌人, 杭小龙知道这次自己还埋伏, 敌人原来有心在这里要截杀自己, 千万不能停下, 趁势一轮, 又轮到另一堆草虫里面, 马上就见到自己刚才站着的地方, 飞过来四支脑战, 看来, 金云这些敌人一定要将自己的自诛死地了, 只听到脚步声在后面响起, 杭小龙默默一掃, 哇, 跑过来的有成二十几人, 他即时收起长剑, 左右手的角握着两枚飞针, 听风变气, 向后面连反了几下, 哎呀, 哎呀, 连声淚丽的惨叫, 在他身后传过例, 直到现在, 敌人都只用弓箭来对付他, 幸好敌人对他的飞针也非常顾忌 不敢硬强攻 否则他早就没命了 不过这个也不是办法 因为现在敌众恶寡 只要敌人完全完成了包围网 他就一定必死无疑了 好像刚才疾风跑开了 现在还有唯一的希望 就是敌人和自己都是徒步在树林里面 只要能够翻上马背 这样就可以逃生 杭小龙想清楚这一点 马上向前再一轮 为什么快要轮到另一棵大树的时候 就在大腿那里一阵火烂烂的剧痛 一枝老箭拆腿而过 练习的褲子带走一大片血肉 鲜血就马上大大声流露泥 他哼一声移到树后 突然脚步声响 杭小龙叹个头向后一望 只见一个蒙面大汉 正是拿着老公向他截拖过来 他于是两支飞针订出 撤撤两下 那个人面门中针 接着向后一望 啪啪啪声 这些老箭射向半空 但是接着 另外三支箭已经在树后面 窒射而知 幸好杭小龙也缩得快 这样才勉强避过 他就在这个时候 大腿被这支箭射过的地方 啪啪声流血 他知道一阵头昏 知道失血过多 即时趁着离开树后的时候 割下一副衣袖 包扎回大腿的伤口 但是接着 敌人那处传过来 四周围都响了 啪啪啪啪啪啪啪 移到脚步的时候 踩到树叶的声音 那些脚步声音越来越近 汉少龙的心暗暗幽急 现在呢 因为脚伤 所以他行动力的大打折扣 更加没办法 偷襲自己 在完成一个包围网之前 早速和疾风会合 就是这阵时 他突然间在前面 两棵树之间 连了一条叛马索 咦 为什么呢 汉少龙仔仔一想 哦 明白了 这条叛马索 就是那两个娇娇女 瑩瑩和陆丹仪 布置好对付他的第二重机关 再向四周围一数 另外呢 在旁边还有两条叛马索 把全方的去路拦住 脚步声再次逼过来 汉少龙看了这几条叛马索 真是又好生气又好笑 又暗叫好彩啊 好彩刚才疾风没有经过这一道 如果不是的话 疾风到时候被叛马索一踢 踢上马脚 那自己现在想走都不行了 但是 这几条叛马索 现在呢 也都成为自己唯一的逃生机会 于是精神一阵跳身 向前狂奔而去 同时 吹吹一声口哨 召唤疾风向着那边跑过来 只能听到风声敬起 汉少龙知道 后面的敌人已经向他直撲而知 他马上飞身跳那条叛马索 向前一路 吹吹吹吹吹吹吹 连续十几支箭 开始在他头顶呼啸而过 当他再弹起身的时候 已经听到疾风的马提声 向那边越跑越近 后面的敌人显然也听到马提声 一声呼啸 那帮人再也不顾得隐秘身形了 好像把线一样散开 向那边狂追而至 杭少龙在树丛之间 左穿右插 盘盡自己的力气 拼命狂奔 引敌人在他后面 不断发出老战 因为 老公装弓箭是非常费力 也很浪费时间的事 很多时候 你要扮那帮老公 还要借助脚领 所以一把老公射完一支箭之后 敌人如果不想他撩走 就要暂时放弃装上老战 这样才可以全力追赶他 一少了这些老战的威胁 比赛的就是脚力 这个时候 疾风已经出现在前面 百多像的地方 全速地向他奔跑过来 汉笑龙由于脚拾了伤 走过一块一块越远越慢 幸好 这个时候也不出所料 老战 因为敌人把把老公射完 又经过他走 终于停下来 在后面急速地奔跑 就向他追来 因为那帮人跑得急 所以根本都看不到 在汉笑龙后面 他们前边的那一条半马索 连续几声响 已经有十几个人 被几条半马索的惊惯了 汉笑龙趁机大叫 敌人中了埋伏了 快点动手 这声大喊一传出来 那些埋伏的敌人 以为真正中了汉笑龙圈套 有时不敢再追来 反而布城镇西 看看敌人的伏迫在哪里出现 看下这样 汉笑龙趁机向前一冲 这个时候疾风就疾冲而知了 汉笑龙马上翻身上马 刚刚跳到上马 顺势令尊一看 只见那些蒙面的敌人 已经跌低了十一二个 未跌低的还有六七个人 其中有个人的身形是非常熟悉的 一见到他跳到上马 个人即时扔出手中长剑 啪一声 向着疾风的捷参与来 手力准成都无懈可击 汉笑龙即时扔着一架 同时大声笑着说 但坐将军 不愧是田上手下的第一猛将 双脚一夹疾风 就像一片云那样 飞快地离开了这片险境 当他回到乌虎的时候 藤易见到他受到这么重的伤 亲自为他包扎伤口 看一看 他都忍不住 哎呀 这支箭只要尾上一两寸 三帝迷使之 走得回来 京俊这个时候也探听消息回来 他说 我已经查过了 但他们还没回来 那两个刁蚊女早就回家了 汉笑龙走就眉头 看来 一定是参加词会的人之中 有人和田丹暗通消息 如果不是 他怎么会把握到这么好的机会呢 陶方也点头 如果笑龙遇海 人人都会以为 是吕巴伟乐的手 那时候 秦国有难 京俊也隐喻插口 那又会不会 真是吕巴伟 通过田丹向三哥乐独守呢 到时是人家踩上来 他可以说是人家陷害他 腾翊想一想就说 应该不会的 匪风摆明 仍仍仍独鹿丹 也都不放过 但他因为他们走足了一步 这样才没有遇上 但楚同他的人 汉笑龙想回了 刚才的情形 都暗暗投出一口凉气 哎呀 真是凶险啊 如果不是盈盈和陆丹 一早布下了几条盘马爽 搞得敌人阵脚大乱 现在呢 自己恐怕 已经躺在树林里面 永远起不了身 陶方就说 幸好这些贱 没有逃上毒药 可能是士气闯荃 但楚他们肯备不足 如果不是 哎呀 今天真是危险 要找出哪个大臣 和田丹暗投消息 也都不难 只要看下 哪个人离开了 义政兴 然后马上去找田丹 就知道哪个和他暗中勾结 找不出这个人 始终都是心腹之患 杭少龙领领头说 我看不会这么容易 找得出来 为了掩人耳目 他们一定会有一套 很秘密的联络方式 不会被人看穿 藤役役都说 只是凭他能够估到 盈影和陆丹尔 会潜传你在城外较量 这个人 不单是熟悉咸阳城的事 还要和盈影他们多接近 那看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 可能屡不谓梦 都和这件事无关 这个时候 乌书走进来说 牧场又信到了 汉少龙非常高兴 知道 几英言叫人 偽造春生军 写给李元那封信 已经做好 飞甲传书就传过来了 大家打来看看 哇 真是唯妙唯超 谁都看不出其中破绽 因着人人的叹为观止 途方就问 少龙你准备 怎样将这种信 交去李元手上呢 汉少龙微微一试说 有办法 今次查通你们 扶我去见陆宫 当汉少龙入了陆宫的大厅的时候 他才知道自己伤势的严重 哎呀 只是走一阵而已 伤口里又有血水滲出 过了一阵 突然间一团黄影 在内厅里直冲进来 来到他面前 得意扬扬地望着他 原来是听到消息 来看看这个 准备向他行下属之礼的陆丹尔 陆丹尔望着他 嘴仔一扁 好神气地说 哈 猜不到堂堂的刀騎大统领 达了一膠而已 就达到 说脚都跳迈了 真是笑死人了 好羞家你 杭小龙看着他的样子 虎笑着说 唉 你们不是打定主意 不理我这个无用的手下败仗的吗 为什么丹尔小姐 现在对我又这么有兴趣呢 陆丹尔微微一恶然 接着呢 即时就说 哼 谁理你呢 是你摸上碗的嘛 还说这些说话呢 唉 那算我不要了 丹尔小姐 不要生气了 好吗 陆丹尔小姐 怒爆话的望着她 向旁边 掩着嘴 偷笑的 那个婢女说 你看什么呀 跟我拉进去 那个婢女 吓得立刻 撩开了 这一下呢 搞到她的气氛 都不知道多么微妙 大家都不知道 说什么话好了 这个刁蚊女 亦都是进退两难 杭小龙 见到心中一软 看过解围说 后日 就是田聂大典 丹尔小姐 就去准备面 哼 需要你理我 你这个人 最不惜台举的了 你以为你是什么生死罗伯皮 搞得盈盈姐哭了 我怎么都没放过你 杭小龙听到 觉得奇怪 什么话 陆丹尔越想越生气 什么话 你以为自己是谁 我们要来求你求你吗 我们一恨不得 一剑杀了你 杭小龙听到 暗自心惊 这个陆丹尔 在咸阳 是琴青以外 绝对那些人 是碰不得的美女 因为她正是处非的人选之一 但是看来 她自己 在心里面 一定也有浓浓情意 但是 爱的反面就狠 好像盈盈和陆丹尔 这些心高气愕的贵女 是憤怀受不起人家的冷淡 尤其这个人 正是她们看得上眼 哎呀 那这人 自己真的要小心处理 盈盈陆丹尔对自己的感情 这年的时候 陆宫已经来到 陆丹尔小小声 很生气地对她说 杭少龙 我们跟你等着来 接着一阵风地撩走了 陆宫坐下之后 叹了一口气话 哎呀 我也知道我的孙女 好难服事 我自己都没有她手 是啊 你的脚是什么回事啊 不是被丹尔整伤的马 杭少龙马上小小声 将自己遇到杂基的情形 说出离 陆宫一听 这个拨言大怒 田丹真好胆 在陆阳城都还敢行恐 难道这个核案 秦国无人吗 各位 欲之后事如何 是因为 女人是情绪宫哪领导的 那是 她说一个大怒 那是 她说一个大怒 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